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仅仅两天 父母与儿子已经阴阳两个 这个所谓的学校是怎样教育学生 今日说法为你播出铁门之后的现场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欢迎您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今天的9月18号 江苏涉阳的陈先生和妻子 把他们的唯一的儿子陈时送到了湖南的一所特殊学校去学习 据说这个学校可以磨练孩子的意志 帮一些孩子改掉身上的坏毛病 陈时性格有些内向 所以父母就希望通过磨练能够让他的意志更坚强 两口子谁都没有想到 在把孩子送到这个学校的两天之后 他们就接到了孩子死亡的消息 究竟在这两天的时间里发生了些什么 这究竟又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来看一下今天的记者调查 出世的贝腾学校位于长沙县的一个小村子里 距离长沙市区约30公里 只有一条土路与外界相连 本就很窄的小路下过雨后变得更加泥泞 在通往学校的岔路口 立了一块贝腾学校的牌子 若不是出了陈时死亡这件事 几乎不会有人注意到在这个地方的这所学校 我身后就是出世的湖南省长沙贝腾学校 现在呢校门紧闭不让任何人出入 学校的外墙上有这样的标语 伸出双手关爱青少年 但是据当地的村民向我们介绍 他们经常能听到从校园里传来孩子被打呼救的声音 而来自江苏的16岁少年陈时 被父母送到这里不到五十个小时 就离开了人世 在这短短的两天时间里 陈时在这道铁门里到底遭遇了什么呢 记者敲了半天门 铁门上打开了一个小窗口 您好 有什么事情 您好 我们是中央电视台 想了解一下咱们学校前一段发生这个 学生死亡的事情 我们现在不是人 配合这个调查 我们想进学校看一下好吗 这个不行 为什么 这个具体的我们不能告诉你 因为这个现在我们要 这边的一个稳定 我们现在一个学生 这一块我们必须要保证他们 我们进去会给学生带来什么不安全吗 不是 这个不是说不安全 因为我们现在等到这个教长 等到家他们过来接 然后具体的情况的话 我们也不清楚 学校里面的人告诉记者 目前校长和这起事件的相关人员 都已经被警方控制 现在为了保护学生的安全 他们拒绝记者进入学校 当时附近的村民看到记者到来 都你一言我一语的告诉我们 他们所知道的学校里面的情况 村民们说 他们听到学校里的学生经常挨打 一直就是这样 而且学校不让外人进去 里面的学生也不让出来 从附近一处高一点的地方 记者可以看到学校的全貌 学校一进门 是一个不大的篮球场 左边是一座二层的小楼 一楼像是教室 二楼的阳台上挂满了学生的衣服 应该是宿舍 阳台用铁栅栏封着 一楼通往二楼的楼梯口 也有一道铁栅栏门 学校的围墙上 布满了树立的碎玻璃 这到底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陈石又是怎样死在里面的呢 在长沙县的一家宾馆里 记者见到了从江苏赶来的陈石的父母 到今天 陈石的父母也无法接受 儿子陈石已经离去的现实 死者陈石今年十六周岁 身高一米八三 体重七十公斤 他是今年九月十八日被父母不远千里的送到湖南北腾学校的 在我们父母眼里 他好像意识有点薄弱 陈石今年刚刚参加完中考 但是没有考上当地的重点高中 生性倔强的陈石向父母提出要复读一年再考一次 复读不是不可以 我从小到他没吃苦苦的男孩锻炼一下 然后让他复读或许对他成长更有利一点 陈石的父母告诉我们 儿子的性格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 只是他们觉得陈石过于内向不太爱说话 他们希望能找一个像少年军校一样的地方 来磨练一下孩子的意志让他坚强开朗起来 一个网上了解什么不爱睿智 以心理疏导为主 陈石的父母通过宣传材料了解到 湖南北腾学校是一所民办的培训机构 学制是半年 主要的教育方法是通过心理疏导和军事化的训练 帮助那些让家长和学校头痛的孩子改掉身上的毛病 陈石的父母在网上还找了好几所类似的学校 对比之下感觉贝腾学校被介绍的显然好一些 我反反复复的问 我签那个协议之前 断下笔又为次 你们靠不靠武力征服 然后那个老师女老师笑的说 不可能的呀 我们这里不打孩子呀 要让孩子有进步 父母就得下狠心 陈石的父母商量后决定送陈石到湖南贝腾学校 今年9月18日 陈石的父母带着儿子来到了这所学校 签了协议 交了学费两万两千八百元 然后把儿子留下了 可陈石的父母万万没有料到 仅仅过了两天 他们和儿子就阴阳两格了 他们是全部责任了 孩子是被他们打死的 父母从陈石的遗体上看到了累累伤痕 想让孩子死前一定是遭到了毒打 那么在这所全封闭的学校里 是谁对孩子下了毒手 他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根据公安机关的调查 陈石在死亡之前的确遭到过 贝腾学校的三位成年人的殴打 他们在学校里被称为是教官或者老师 我执巴 我执巴我都是训练 侯瑶青28岁 贝腾学校新生班的代班教官 陈石就在他的班上 9月20日早上 他带着班上的13名同学在操场上跑步 按他的要求 孩子们至少要跑够20圈 他跑了两圈 不想跑 我就 边厕了他一下 你刚才说边厕是什么意思 边厕就是说 相当性的敲了一下 敲到了一下 侯瑶青所说的边厕就是殴打 贝腾学校显打人难听就叫边厕 边厕当然就得用边子一类的器械 这个侯教官用的是重约两公斤的塑料棒子 这个类就是我们在案发现场提到的这种PVC水管 据我们在调查的时候 那个行业生的交代 当时这个水管的主要持有的人就是侯瑶青 是他持这个水管 打了一个石的陈石的屁股 这根塑料水管长约一米 管壁很厚 据警方调查得知 平时在训练的时候 侯瑶青经常会拿着这根棍子 侯瑶青说 第一次他鞭策过陈石之后 陈石就跑了起来 可是过了没多久 就又跑不动了 说话的这个人是刘峰 贝腾学校的教官 当天他也参与了打人 他说陈石有一米八多 块头也很大 侯瑶青一个人根本致富不了他 刘峰说 他和另外一名姓唐的老师 一起帮着侯瑶青教官 把陈石按在了地上 只是打了他的屁股 在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中 记者看到了一位目击学生 对当天情况的描述 这也许更接近事实 侯教官一个半腿 把陈石绊倒在操场上 一边的唐教官也赶上来 踩住陈石的手和脚 把陈石按在地上 侯教官用棍子打陈石的屁股 之后侯教官和刘教官 用脚踢陈石的躯干和腿 他们还把陈石的脸踩在脚下 陈石的脸贴在地上 鼻子或者嘴里流血了 公安机关还了解到 三个成年人在操场上 打了陈石之后没有解气 由于当时恰好有家长来到学校 于是三个教官又把陈石 拖到了办公室 陈石的屁股和脚一直没有离地 之后办公室门就关了 里面只有侯教官 刘教官和陈石 从办公室里传来抽打耳光 啪啪的声音 到办公室里打了多长时间 行业人交代打了半个小时左右 但是根据学生讲 有一两个小时 这东西有一点误差 反正在这个办公室里面 肯定是进行了殴打 因为你殴打的强度 比外面的没有轻的肯定还重的 目击学生这样描述 隔着窗户看到陈石想站站不起来 侯教官还用棍子打陈石的屁股 我还看到侯教官和刘教官 把陈石按在墙上 从三个教官的供述 以及目击学生的描述中 看不出陈石当时究竟犯了 什么严重的错误 他的错只是不太配合训练 关键是冒犯了所谓的教官 因为这个学生在这个 骂和踢我们的时候 动我们身上吐了口水 不动我们身上 而且骂了一样 然后他还说你放开 让我们给你单挑 就是孩子原话 在全校的学生面前 你是这样骂我 但是因为我不把你刷下去 我以后怎么不成熟 这种教育工作 任何一个学生都只可以 值得你骂 当时除了打 没有其他的方法吗 有没有 没想过 据侯教官说 对陈石的鞭策 进行到了上午11点多的时候 他们已经累得够呛 陈石也不再反抗 于是他们就停了下来 让陈石在办公室里反思 打完之后 他躺着 躺在地上 他自己转过来躺着 下午2点钟的时候 陈石的情况 陈石的情况有些不对劲了 下午3点多钟 陈石被学校派人送到了长沙市第八医院 看病人没有呼吸 你目光也是很呆的那种 面色也不好 据当时负责抢救的医生说 陈石送来的时候 心跳呼吸 其实就已经停止了 在陈石的病例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 死亡原因 中暑引起的心脏猝死 可能性大 陈石的父母 对这段文字有很大的疑问 这么高的构子 1米83 其中140斤 体质很好 陈石的父母说 儿子明摆着是被殴打致死的 怎么可能被说成中暑呢 在他们的追究之下 医院对这段文字 做了这样的说明 因为就是我们跟他来 有两个男的 一个女的 他是跟我提供的病史 这样在军薰时候 那个发病 当天的气味 就是说平均气味 那天包到二十六三十度 而且外面的温度更高 医生告诉记者 在救治患者的时候 当然要询问病史 并且记录在案 但是当时 陈石送来的时候 已经完全没有意识 他们就只能 问送来的人 而当时 送陈石来的 被腾学校的教官说 陈石就是中暑 并无其他 医生不过是 如实的写了下来 陈石到底是怎么死的 由于事件报告还没有出来 现在没有最终的准确结论 但是可以肯定 陈石的死亡 与他遭到的毒打有关 目前 打人的教官被刑事拘留 被腾学校的校长 则被警方监视居住 我们今天请到演播室的嘉宾 是工人日报药文部主任 石树斯先生 石老师 我们通过刚才记者调查 就能够看到 这个学校铁条封着 到处都是铁栅栏 又有碎玻璃的围墙 孩子们在里面 就动不动就会被教官殴打 如果要是让您给这样的学校 定一个性质 您会把它称作什么 刹生训练营 古罪很像魔鬼训练营 对 魔鬼的教官 下一步就是集中营 是 您分析为什么学校会老有这种事情发生 这样的学校 你现在注意一个事实 这个学校半年 这个孩子的家长花了两万 两千八百块钱 对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我们花了很多的钱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管理已经不能让他 是吧 按照我们的愿望成长 你又是盈利机构 你必须在半年的时间里 要有显著的效果 不就这样听话吗 对 他们采取了一种 简单粗暴的直线路径 很像什么那个 反法系的影片看多了 班达翠那套都学会了 用一种错误的方式 来完成一个错误的使命 两个错误的叠加 谋杀了一个鲜活的生命 这样的一个学校非常不正规 这所学校到底是怎么运行的 孩子们来到这所学校之后 学什么呢 毕竟是学校 教什么呢 来看一下记者的后续调查 所以这个意味着世界的出现 确实让我感到很 我出我自己的时候 感到很震惊 也感到很惊讶 北腾学校的校长黄晓玲 33岁 他以前做过食品推销 和职业中介 对于这个就是培训孩子 矫正孩子的心理问题 有经验吗 我觉得教育跟培训 它本来是一个通的东西 我们在以前是教育 这个员工怎么去做事 我们现在是教育孩子 怎么做人 我觉得是很大的贡献 校长黄晓玲说 从2006年办学至今 他们的老师从来没有 打过学生 否则学校也不可能 存在这么长时间 那为什么在调查当中 有学生就说 教官经常会拿着 这个PVC管打人 这个 那你觉得是学生说谎呢 还是你在说谎呢 这个我 这个问题我保证成目 我说了我不否定他 是实话是假话 黄晓玲说 这次打人纯属偶然 学校的三名代班教官 都是学校新从社会上招聘来的 学校招人时 黄晓玲并不要求有什么资格 事实上 现在的学校里 教官有四人 管理层也有四人 大家都没有什么 国家要求具备的教师资格 教官因为它这个 是一个特殊群体 因为怎么说 相当于班主任 包括现在的常规学校 就是一些大学 他的福德老师 他也不是 也不需要 一定要有学校 因为他是搞学生管理工作 他不是从事上课的 校长没干过教育 教官也没有教师资格 但是在前后四年的时间里 却有两百多名学生 总共拿出了四百多万元学费 在这上学 那么孩子们在这里 能得到什么样的教育呢 在学校你负责什么呢 我负责整个的协调 就是说我是校长 是不是 我是负责整个的管理 我不可能 每件事都我亲自去管 教育这块分管的校长是谁呢 没有 教育这个 我们没有直接的分管理由 校长承认 文化课这所学校是不教的 刚开始那一年 还有心理辅导课 现在学校里主要 就是体能和魔力教育了 教师主要就是 几个副员的军人 他们怎么教 由自己做主 包括打人 为什么没人阻止 我说就是当时 我们学校只有 教主员工只有 几个人在场 所以可能 为了其他的学生 不要 那个 稳定 因为这样说 那就眼看着这个孩子被三个人打 也不管 因为当时没有我们的管理层休假了那天 所以说可能当时没制止 可能其他的想制止没制止下来 那这件事情就只有管理层想能管 其他的老师就都不管了 不是不管 可能他 他管 别人不一定会听 陈石被毒打是在九月二十日 那天是星期一 校长所说的管理层休假 休的是什么假 他又保持了沉默 不正常的人 心理不健康 人格缺损的人 他去管理孩子 他打孩子难道不正常吗 说话的人叫陈明明 是国家认证的心理咨询师 四年前 他曾经被被腾学校聘请讲过课 因为当时我们离开的时候 曾经我们就说过 如果是这样走下去 会要出事 陈明明说 当年他去上课的时候就发现 心理辅导 只是学校招生的一个幌子 体罚学生的做法 从开始就存在 在教育的理念上 有一些分歧 也争过 也吵过 是什么分歧 主要的问题还是体罚孩子 陈明明坚决反对体罚学生 当时持有相同观点的 还有学校最早的聘用教师 肖云 2006年12月份签的合同 我就只有一个要求 强调一个要求 就是必须不能发生 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的现象 那肖方是怎么承诺的呢 我后面还有一句 如果发生了 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的现象的话 那么此协议自行争承 肖云老师发现学校 体罚学生之后 曾经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制止 那我这讲了以后 其实那个就是我指的批评 大人打的最厉害的那个教官 他就不服气 不服气他就冲出去了 冲出我马上就跑过去 因为他个子也不是很高 然后我就两个手 hold着他 hold着他的衣机 我也把他拽回来了 然后把他放到座位上 我说我可以当你娘了 我今天没打你 我只是转了一把 你是什么感觉 能说服你吗 但是自始至终 这个会是不欢而散 而且校长在场 不说一个字 不表态 这些是默认 能够证明贝腾学校 体罚学生的 还有当年挨挂打的学生 他们胡活活心的跟你说 没有用 还不一棍子 要是有用的话 都不会来这个地方了 小林是广东珠海人 两年前因为极其调皮 不听话 被父母送到过贝腾学校 小林当初被送去湖南的时候 他的父亲也不知道 这所学校内部真实的情况 没有 我们没有教学 什么都没有 对 在里面是没书的 而最让小林感到恐怖的事 在贝腾学校 教官打人 那是家常便饭 在里面说到 那个挂飞机 那个 就脚挂在床上面 在上面撑着 还有就是你拱着 那个脖子 一直在你撑着 你不能动 动了的 就打 不知道到底什么叫体罚 我都搞不懂了 现在在里面 反正你天天的感觉 现在体罚 小林回忆 贝腾学校里的每一个教官 都敢打人 而且会打人 校长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如果教官打孩子 有没有人去处罢教官 没有啊 哪有人处罢教官 老师教官看见 有人打孩子也不管 不管啊 我感觉他妈 都好像有点被这个童话了 当年的小林觉得 在这样的学校 学生被打死 那是早晚的事情 他的手机早被学校收走 想跑 却又跑不掉 就偷偷的 拖学了半年 要回家的同学 给自己的父亲 带了信 说明了 这所学校里的恐怖 他的父亲 这才火速去长沙 把他带了回来 学费也不要了 我说这小子 还命大命 就给打死 其实这也是一种 很自嘲的方式 对不对 那你说真的要打死 那你不伤心 那一辈子的遗恨 是不是 在那之后 萧云和陈明明两位老师 也先后离开了 背腾学校 当时都预见到 有可能会出事 为什么不跟上级部门 我先问他 去反应这样的一个东西 如果要早说 可能就不会有今天 那个人的力量太小 有脑筋的人都会想 这个学校 这个教育力量的配置 资源的配置在哪里 这一检查不就有吗 这个问题 大家都只要动一下脑筋 就知道了 还用我们去说吗 我们说了也管什么用呢 在陈氏案件发生之后 9月24日 长沙县教育局 做出了取缔背腾学校的决定 但是当记者 离开湖南前 再次来到背腾学校的时候 校门依然紧闭 隔着门缝 可以看到 里面依然 还有穿着迷彩服的学生 他们和家长 知不知道 这所所谓的学校 已经被取缔了呢 施老师 所以通过记者的这段调查 就再次印证了 刚才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所说到的 功利化的需求 功利化的方法 就导致了急功近利 而急功近利 再往下走一步 就可能是不择手段 这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 整个社会甩包袱的工程 这个甩包袱过程是 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教育 正在进行深色的变革 应识教育 还是占据了主导的定位 成绩为上 读书为上 高考为上 这是全社会的共识 尽管我们很多专家 我们很多有数字 认为它不对 但是它是现实 而这个现实的背景下 会出现一批人 被贴上了 插上的标签 我学校甩包袱 因为升约率 甩给家长 家长接不起 就几股传花 传到了 民办培训机构 教育是 是一种非常高尚的 一种职业 那这种东西 完全被金钱 或者被功利的 这样急功近利的东西 替代以后 我觉得这个悲剧 就自然就会延伸下去 教育它有四个字 叫教书育人 教书上 中国绝对 我个人感觉 全球一流 但我们的问题 在育人上 在育人上 我们尊重人 关心人 发现人 引导人 爱人 这是我们普遍 确实一趟功课 对于今天 我们讲到的 这个题目来说 我们不要绝对话 这样的学校存在 一定有需求 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 但是 与此同时 我们更需要考虑 这些孩子们需要的 到底是什么 是棍棒相加 还是往回拉的 姿势和态度 是全封闭 禁闭式的管理 还是我们老师和家长 更开放的 容纳的胸怀 如果我们不能把 这个问题想清楚 可能我们下次 所面对的 就是类似悲剧 一而再 再而三的 在不同的孩子 和不同的家庭中上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感谢时老参与 先生讨论 明天同一时间 今次说法 再见